好饿啊 我还在等我的早餐 好了 很多人说生蚝你怎么不更新早餐的视频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 我八年如意热的早餐好不好 Let's go 今天早上七点还没到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什么叫醒 饥饿 至少我是这样的 晚上带着一点点饿睡觉 早上一起来就想吃东西 那么问题来了 你在饥饿的时候 最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 所以一天中的早餐 非常重要 基本上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享受一顿良好的早餐 今天给你们介绍一种很好的早餐水果 来 就是它 稀有 这个小东西别看它吃鱼很酸 富含很多的酶 而少那 可以促进体内脂肪代谢阻碍糖分吸收 而且稀有富含维C和维P 对于皮肤的护理很有好处 爱美的女生都是稀有 说到早餐就不得不说每天都要喝的苹果醋 今天告诉你们随餐喝 基本上苹果醋先倒200-300毫升的水 15毫升大概是两勺左右 一勺 两勺 OK我们干杯 这两天就特别不想吃鱼 觉得堵得慌 但我早上必不可少的呢 就是夜麦 听说蓝色的碗可以抑制食欲 所以我一直都喜欢有蓝色的碗 基本上早上我会吃两碗燕麦 第一碗大概30多克吧 第二碗60克 第三碗就看情况摄入 29克咯 今天再加点奇亚籽燕麦吧 丰富一下口感 这是第一碗的燕麦量40克 除了燕麦早上必备的还有两个鸡蛋 吞入油 领卡零纸更健康 两个鸡蛋 燕麦一定要加热过才有灵魂 摆中间 三分钟 看一下外皇里嫩的煎蛋 早餐 三 Are you ready 一大碗燕麦 拌上一点抹茶口味加白粉 其实像这样一碗健康燕麦 无色无味难以下咽 所以为什么会加上一点蛋白粉 也是让它的口感更好 不然 我真的吃不下去 我要开始吃早餐了